一天来吃从来没这玩意 今天扛个相机过来 突然有这个了 来 又到了我们的抽奖时间了 先看看这个金额 哦哦 115块 来 再看看这个菜品种类 再来一次 准备 开奖 烤肉 已经闻到那个烤肉的香味了 再看看这个挑战内容 看我们烤肉今天主要吃什么 再来一次 猪 我们去吃烤肉只能吃猪 那吃猪吃的多了 走吧 烤肉 115块 走着 上面六种全是猪肉 每种的价格差不多在三四十块钱左右 老规矩啊 先看看这个玩意儿有没有优惠活动啊 有代金券9块9可以抵100 花200块钱就可以抵消掉100块 那我们今天的115块钱 就能吃到200块钱的东西 可以多吃一点了啊 今天这是我们点的菜啊 后切五花肉 特味酱五花 孜然松板肉 蜜汁梅花肉 水晶五花肉 全是猪肉 总共金额的话是198块钱 加上那个9块9的代金券 满200可以减100 那我们今天这顿消费那种 总共就100块钱 非常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啊 一大盘薄切五花肉 厚切五花肉 松板肉 酱五花 梅花肉 今天这五份肉 哎 总共就100块钱 五花肉烤好了 现在又到了我们的享受美食时间 蘸一点这个烤肉蘸料 下面吃梅花肉 这个梅花肉呢 是腌制过的啊 这个梅花肉烤的也差不多了啊 吃这种肉就一整个吃啊 一整片 搞点洋葱 搞点大蒜 整点辣白菜 就这样吃啊 很过瘾的 送到南瓜肉 你现在来吃从来没这玩意 今天扛个相机过来 哎 突然有这个了 这个是酱五花肉 上面刷了一层辣酱 肉呢吃完了 今天总共消费的话 算上这个圈是110块钱 我们今天抽的是115块 今天只花了110 嗯 还剩下五块钱零头的啊 回去买两瓶水 哈哈 OK 朋友们 本期的内容呢 就拍到这里结束了 但是呢 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这种素材呢 其实很容易就能完成了 没有什么挑战性 所以我在这条视频呢 向大家征集一下挑战内容 挑战内容 随你们定啊 金额的话 最近这一个手头比较紧张啊 咱们就挑个100块钱以下的就行了 如果你有什么好的挑战内容啊 记得在评论中留言 只要够有趣 够有看点 等着你 尽情的帮我安排吧 我能受得了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记得我们的视频 点赞一个赞 下期再见 拜拜